欢迎收看谁在说有请主持人王高 大家好我叫李明我是一名绣真人今年33岁了我现在经营一家绣真人体影艺术团在三年前我认识了一位与我小八岁的绣真姑娘在去年我们就拿到了结婚证但是呢她却迟出的不肯和我举办婚礼这次来到时代说希望各位专家老师能够帮助我说服她让我们举办一个非常特殊的婚礼 谢谢 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上李明 小天台阶 你好你好你好 你愿意告诉大家你多大年龄吗 我今年33岁 这身衣服从哪买的呢 这是我女朋友买的 你有女朋友了 对 哎呀你挺辛苦 哎呦天哪 你你女朋友也是绣真人吗 哦对 她高还是你高啊 嗯她比我高点挺好 哦真的 那那人家喜欢你吗 很喜欢吧 很喜欢你 反正我是很喜欢她 也说爱吧 看您说的我是哪个世界啊 你可以以为我是外星球的 不是啊你知道吗 我一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老想 蓝精灵那小片子里 你知道吗 都在同一片蓝天下 对你会唱这歌吗 在他山的海边 那的海边 有群蓝精灵 他们活泼又聪明 哈哈哈哈 你那有女朋友了 对 然后呢又有了这个秀真人之家 有了这艺术团 你还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 请各位专家老师来帮助我达成我最大的这么一个愿望 就是我和我的女朋友啊 在去年年底已经领到结婚证了都已经 这不是就你老婆吗 呃就是因为嗯我们还没有举办一个特别正规的婚礼 哦你是想让我给你办婚礼是吗 不是我的观念呀非常传统 嗯 先成家然后再立业 嗯 修身 嗯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但是我女朋友呢非常超前 她不想给你办婚礼 嗯对就是等我事业的发展 是否支持她帮她说动她的女朋友呢 请举牌 这肯定没问题 我已经有充分理由了 哈哈哈哈 高兴吗 高兴非常高兴 她的名字叫什么呀 陈禅 陈禅啊 对 李明陈禅 这好兴 掌声有请陈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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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专家好 哎呦 你别说来来来 真的不应该叫陈禅 你应该叫貂蝉 哈哈哈哈 哎怎么样你们觉得 你说这样节目人家这时候打开电视说 王芳芳俩孩子办婚礼 你说这事不有点不合适啊 情人节的时候狗足了勇气 我说这表达也不行啊 对啊 万一要是下手碗了 那人家给唠叨没办法 然后我就买了十一朵玫瑰 嗯 在情人节那天我就给他送了 玫瑰代表什么呢 一心一意的 其实我看上他就是觉得他有责任心 啊 哎呦 我也感觉这小伙子有责任有担当 而且还挺幽默的 你说他俩就讲着故事把我们给乐的 谢谢了啊 对啊 其实这男孩非常聪明 嗯 而且就是一定能干成大事 嗯 我相信他首先我看出了他的领导才能 其次他不是一个愿意平庸活着的人 嗯 只是没有给他太好的机会 嗯 不要着急 所以说 呃 我认为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和他本身的这种潜质未来会发展的很好比起来 你还是给他一个精神空间 让他去好好的发展 然后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应该 按现在的条件赶快让他告一下那大型的人 说他媳妇是你 他就踏实了 这节目一波车 嗯 这大型咱们的大型收入率老高了是吧 太高了 哈哈哈哈哈哈 比结了婚的那宣传都快 出去演出 现在只有坐公交车 嗯 就是扛着一个好几个有个灯箱 还有一个演出的那个铁架子 还有一个大皮箱 然后我们五六个人吧 然后就得抬这些 有的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 然后那些都不停 都觉得那个我们拿着那么多东西 然后上公交车又不花钱 然后他都不爱停 不搭理我们 多可怜啊 想想 嗯 会不会特难受 特凄凉啊 觉着 怎么说呢 他也有他的难处 对 你们能演什么节目啊 皮影 主要是以皮影器为主 然后现在也有一些那个歌舞呀什么的表演 嗯 现在我请的是专业的舞蹈老师 嗯 那再培训他们形体声音乐方面 嗯 挺不容易的哈 主要是我能帮上的我也帮上他 比如说 嗯 那个我给他 我们家有用不着的东西 有电脑啊什么的 有就是 能给帮着帮着点 嗯 然后有时候呢 他我看他压力太大了 给他约出来 然后周末去出去玩一会儿 那天他三三步 喝小酒吗 啊 喝点 我给他约过来 你也喝点啊 哎 我就在想 你们俩在座上来 干一个 哈哈哈哈 很少 这种机会真的很少 是 嗯 为什么 主要是他们两个啊 看我们两个就是 单独相处的时间太少 是 然后我们就有 怎么说 就有点矛盾 嗯 他们想话 其实他们何尝不想 在一起两个人 老是两个人在一起 那不行了 底下十多个七八个人 那都看着呢 嗯 没有那样的机会 所以就是 其实你们俩单独相处的时间 非常少 对 是这样吗 对 那这样行不行 我们听听你们的难处在哪里 看看各位老师 各位美女 能不能帮助你们 请你们俩先到观众席坐 不着急的 赶紧就把这个婚礼给办了 为什么呢 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万一要是 你们那个几个 谁谁 把他抢跑了怎么办呀 抢不跑 这个抢不跑 为什么抢不跑啊 嗯 第一是我追着人家嘛 对不对 我没有理由 第二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这么跟着我 我觉得 没有任何理由 观众朋友们 小朋友们 大家好 说到皮影戏 可能大家都是 近陌生又熟悉 陌生呢 是因为大家平常 都很少接触过他 所以说不太了解 可是说到熟悉呢 皮影可是电影的鼻祖 小朋友都特别 熟悉的动画片 葫芦娃兄弟 哪吒闹海 都是根据皮影元素 来改变而成的 而说到皮影戏的起源 是在西汉时期的陕西 至今已经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嗯 现在已经成为 我们国家的 非物质物化遗产 那么经过我们 嗯 一代一代的传承 和改改变 然后我们下面 为大家带来一个 动漫皮影戏 哎呦 哎你觉得他主持怎么样啊 他的声音挺好 嗯 就是我还要请 一些专业的 就是主持人老师 然后再指导他一下 其实你们这应该 请王老师给你们 对 那个指导一下 因为王老师呢 专门那个做很多 培训啊什么出身的 所以他他做指导 应该很好 嗯 没有问题 有时间我一定帮助你们 嗯 谢谢 没有啦 那个等到 那个等到真正婚礼上去看吧 好 社会上对我们的爱心帮助 谢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才能走到今天 走向明天 我来自偶然 像一颗尘土 谁在下一刻 呼唤我 安心 感谢你 我靠放我 我依然会珍惜 我会惦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